所以剛剛介紹到最薄薄的成績填充能力很重要 但是填充能力好的它通常會有其他的缺點 包含什麼呢 第一個原材料可能比較貴 第二個成績時間可能比較慢 所以一旦當孔性填充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使用成本比較低速度比較快的成績方式 趕快成績上去 然後呢再給它平坦化 有沒有線D加回溼顆 加牛里加回溶 而CBE在成績的過程中 不論是LPCE或是PCBE 活摸的成績不會只會在氣流表面 而是整個槍體都會 因為它是氣體嘛 氣體會到處跑嘛 所以這樣夠附著到的地方 都會發生化學擺體形成活摸 所以比如說LPCE是顱外的 那盧管的整個食音管的管壁 也都會有浮墨的成績 而PCE是個方形的槍體 那這個槍體的四周也全部都會有浮墨的成績 而浮墨的成績只要成績的太厚 就會產生浮墨的脫落 它就會造成浮墨 所以呢 CPT的成績通常都會記錄 你的累積厚度 都會有記錄本 或者是信會記錄說 這根爐管 或這個PCE已經沉積多少次 累積多少厚度了 它通常都會有規定是 當累積到一定的厚度的時候 就要清洗 所謂清洗就是要把這些累積的浮墨 然後再石刻掉 比如說阿塞的婆婆要去除 就是要拿韓佛的東西 以爐管為例 爐管上面呢 沉積了很多阿塞要去除怎麼辦呢 就要去POP BOE 韓佛的HF的人 去把阿塞給石刻掉 環爐管也會乾淨 那如果是 電章的槍體呢 就需要拿CFOR BLASPON 先介紹過CFOR BLASPON的佛自由基因 可以十顆 二氧瓦吸 甚至十顆蛋瓦吸 所以 補墨呢 基本上也需要清潔 槍體也需要清潔 那清潔呢 如果是PCE最好的就是 使用REMOVE BASPON 因為我只需要自由基 不需要引擎 我不需要把槍體給我爛掉 我只需要自由基 所以只需要用FOR的自由基 就夠了 那如果用REMOVE BASPON 是最好的 通常就使用FOR 無論你是阿塞 或是NITRINE 都可以使用FOR 用了氫瓶刀 都是CFOR CFOR分解出來的自由基因FOR 可以十顆阿塞 也可以十顆NITRINE 它的重點就是去搶性 跟著SiFOR 四波化型 這樣子是波化型 就可以了 所以 槍體是你久了 就要清槍 這就是我一般說 講的清槍 把槍體清理乾淨 叫清槍 清洗的清 槍體的槍 叫清槍 那通常就使用 CNPOR 的WASPON 去做清槍的動作 把槍體清乾淨 那一樣使用CNPOR 就要小心火炭 火炭比較高於2 這之前已經介紹過了 一旦火炭比 效率的1.2 就會形成長天狀的巨頭 這個圖分又在提到 那只要有變焦 只要有神的化學反應 有負強 我們就可以利用 它的發光熱情 就是Escitation 這個控狀機制 它就會產生光 產生光來看一看 十顆重點 好來看一看十顆重點 那REMORE的WASPON 逃去就是沒有 電槍的空氣效應 等於是你產生了電槍 在一個槍體裡面 然後你只需要自由氣 就空氣把自由氣吹出來 那這個地方就不會有 任何的離子空氣 單純的就只有 否認自由氣 去做十顆馬力 這些都在寫明介紹過 那現在的製程的發展趨勢 首先 提高溫度以增加十顆速度 這是之前的 現在不會太會想要走這一步 因為我們現在講過 現在就是低溫化製程 製程溫度希望越低越好 好 就算提高溫度 怎樣進行不會超過四百度 因為前面已經介紹過 後段製程最好壓在四百五十度以下 最好可以在四百度以內 因為超過四百度 金屬細化物就會產生 被子的反轉 被子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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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質就會改變 電子質就會改變 電子質就會提高 所以 基本上 就算提高溫度 也都要小於十百度 所以後段製程 基本上都是小於十百度的經驗 所以其實你講 DECD的溫度小提高 基本上也不會超過十百度 而且除了這種溫度的情況下 也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使用Power Power越多濃度越濃 自由氣越多 成績速度當然也會比較快一點 而Power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效果 是什麼呢 會有硬力 會增大收縮硬力 因為 轟擊的越多 你會看到 鼻子轟擊的 密度跟能量的主要 把你定量越多 轟越多 轟擊越多的情況下 它最後 成績完了回到四溫的時候 它的收縮 它的收縮硬力就會 更強大 因為它已經很鬆散 你不太會收縮 可是你自己可能會收縮很多的情況下 你的病就會收到很強的收縮硬力 然後呢 Power加強呢 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Power加強 如果Power越高的情況下 除了 離子濃度越高 然後通擊越多之外 通擊還可以幹嘛 前面講過 我們需要有好的 界隙覆蓋力 就需要有好的表面欠硬力 而表面欠硬力是 藉由什麼呢 吸附這個動作 吸附精神 物理性或化學吸附 吸附力越強 那表面欠硬力就越弱 那它的欠硬覆蓋力就越不好 那只要3.5高 它的欠硬覆蓋力呢 要不然就是找到好理由裁量 要不然就是藉由離子轟擊 把它的化學吸附物件打斷 讓它可以再移動 利用轟擊讓它再移動 所以Power越大可以降低反復的吸附 快一點就可以增強它的潛力率 所以使得階梯覆蓋力會比較好 階梯覆蓋力會比較好 所以Power一開始在提高的時候 是自由性的數量增加 環速度變快 再高下去的時候呢 欸就不太動了 但是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你的經濟時代會越來越好 經濟覆蓋力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Power會影響到的是 Power低的時候必然要輸入 Power高的時候呢 你的濃度夠了 反應度 成績速度也夠了 那下一步就是可以降低到你的經濟覆蓋力 並且怎樣呢 會控制 會改變你的裸墨硬力 Power越高 你的收縮硬力會越大 你的收縮硬力會越大 那再來就是 PCD裡面呢 Silicon 跟Ostry 跟Nitrogen 他們的含量 如果 氏的含量高 折射力會越高 氧的含量高 折射力就會越高 折射力就會比較低 所以有時候用折射會用N值 也可以判斷出裡面 S32度當中 氏的濃度 或者是氧的濃度 到底是高還是低 氏碗流量越大 氏碗就是Si4 散熱越多氏的濃度越高 當然成績速率會越快 但是折射力會越高 因為含氏的濃度比較高 就是化學劑量不足 氏偏高氧偏少 化學劑量不足 你除外再多一點氧進去 多通一點氧進去 然後呢 氏碗流量越高 靈力會越小 為什麼呢 因為它氏的濃度越多 那它就越接近下面的氏的原材料 你的氏的濃度就越相近 因為你是氣質材料 原則原則之間間距差很多 所以才會產生一些粉濃度 可是如果你上面的氏的濃度增加了 什麼情況下呢 你就跟你的濃度濃度 反對下降 反對下降 但是因為含氧量少 含氧量越少呢 你的WDR會越來越高 WDR會越來越高 越高率代表什麼呢 你的摩摩品質不適合 你的時刻速率比較快 因為你的含氧量不夠 所以PCD 基本上是控制在質量傳輸區域 也就是說它不是控制在表面 反應 我前面講過 當你比較溫度比較低 你一泡比較低的時候 它是化學反應 就是你通再度有沒有用 化學反應慢 通再度的氣體 我都在一起反應 那溫度越高 或是泡越大 我化學反應速度快 你來油就殺油 所以反而變成什麼呢 是看你控制 比如說氣體來 出到活動的速度 那前面講過 控制氣體比較容易 所以通常會讓 NPCD或PCD 讓它都存在質量傳輸限制區 然後呢 單獨的控制吸管流量 來控制成績 屬於更 摩摩硬幣 這是一種 所以一種是控制POWER 一種是控制流量 所以摩摩的硬幣 你可以從POWER來控制 你也可以用流量來控制 固定一種 改變另外一種 就可以改變 薄膜的硬幣 所以 同樣是沉進NITRINE 你可以沉進出 Compressing的NITRINE 也可以沉進出 TENSO的NITRINE 就看你所使用的條件 TILS TILS基本上沒有什麼好說的 因為TILS就很穩 因為TILS的細跟氧 都來自於同一個原材料 它就是肆以氧氣細網 所以它自己本身就提供細跟氧 它只要通TILS的氣力 就可以 它不需要其他氣力 當然你要改善 它也可以通氧 前面講過 通氧可以讓它流量含量更好一點 所以呢 結果上它的折測率 跟它的流量沒什麼關係 如果它就是TILS的話 這樣子 那流量越高的話 當然速度越快 因為 猛度越高 好 然後呢 沉積速度越快 硬力就會越小 硬力會越小 沉積速度越快 硬力越小 然後10顆速度越快 因為沉積的速度越快 它越不致密 沉積速度快的缺點就是 它的致密性比較差 它的結構會比較鬆散 因為沉積太快 比較像疊 比較像疊 疊的肉螺絲方塊一樣 你突然疊很快 它就會產生比較多的東西 就會有比較多的東西 比較鬆散的情況下 10顆率就會增加 10顆率就會增加 所以 流量越快 沉積速度越快 你的10顆速度就會越快 因為你的結構會越鬆散 是 就是 這麼多的東西 再試一次 進去 到時候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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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鮮圓已經講過,同樣是DCEB的R3,你有GOSR3跟細碗R3,但是GOSR3是物理鮮附,它的表面鮮率好,細碗3R3跟化學鮮附表面鮮率比較差,所以它比較容易形成米老鼠的耳朵,它就經濟覆蓋會比較好,這前面已經介紹過,來自於原材料的 然後呢,溫度提高會降低乘機速率,無論是TELS或是OZONTELS,TELS,因為TELS是物理系數啊,物理系數的情況下溫度越高,它就會越容易跑,越容易跑的情況下 然後呢,剛才講過嘛,層級的精緻是什麼,氣體跑到精彩表面,然後要吸附,吸附後就到了,一動之後呢,再產生裂解,反應出來 那你溫度越高,它吸附就怎麼樣呢,它吸附就越不緊密,或者說它有太多的能量,不容易吸附上去,因為物理吸附本來的力量就弱了 你溫度越高,它越容易跑的情況下,它又很容易怎樣呢,又很容易脫離 吸附力不夠強,你溫度在上升的時候呢,TELS反而又容易脫離表面,就此類的 所以呢,它的速度上也會下降,就是高溫度的反應區間的反差 因為物理吸附,你溫度越高,那個原子的動能越壞的話呢,它們反而又容易停下來 所以你會看到,這就是溫度的反應區間,溫度越高的時候呢,物理吸附的原材料,因為溫度越高,它只能這樣就越高 所以它越容易怎樣呢,脫腹,吸附的反應是會脫腹,吸附又是產生力量,可是溫度越高又大斷了你的吸附作用力 所以它反而又不容易吸附上去,不容易吸附上去 所以反而這樣,溫度開始變高的時候,一開始有反應速度化,所以果膜速率,成績數越高 到高溫的時候,反而是怎樣呢,因為吸附率反而下降,吸附速率下降,反而不過變高 這是物理吸附的熱有現象,化學吸附是因為它本來就有很多吸附的強,就算熱的比較高,讓它可以靠動 但也不至於讓它可以到斷腱的程度,除非溫度越高才行 所以溫度升高是不利於物理吸附的人 所以低溫的情況下,物理吸附是最好的 那你如果是化學吸附的話呢,你溫度高一點反而是 它反而能夠增加它的表面牽液 所以溫度下降對於物理吸附的材料跟化學吸附的材料 會表現出兩樣不同的解剖,兩樣其他 那歐洲的既有始末末,這個多種性 直到還瘦 還有很多人都能夠增加進去 PTILS 或 OZONE TILS 製程 可以達到最大的數據 大概兩百一十多期 但是我們看還在四百多期 可是 IOD 開始要很快 這度越高才能表現一直在越來 這一個這個諮詢不多 特別在紐寫泰國這些就很大 OZONE TILS 跟禮拜年 TILS 前面有先講過 第一個註問只有差 但是在註問案例上面呢 這地方基本上 根本比較少的描述 這個地方我們就寫過 另外再還是 我看還有什麼重要的問題要來描述 其實這個是跟氣態有關的 其他一個地方 其他人整個氣流方式 這是跟氣態有關的 是使用的 看一下還有什麼 雜誌就很化成了後部 基本上單機MOSPAY 絕對都是用熱氧化 不會是用補貨寫機的 反倒是我今天講過的 顯示器的面板 顯示器面板上面 所用到的PDD 所用到的MOSPAY 它的DAR就沒有辦法用熱氧化 就只好使用CVD 也是PCVD的形式層級 這個是沒有線號 有空氣的空氣 當然也有人說空氣的空氣 他們也覺得不錯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有空氣的空氣 欸 空氣的接電長數只有一樣 所以就是最好的LOK材料 所以有人認為空氣 空氣在代表平原件裡面 能存在 在整體系統降格裡面 它認為有的好處是 空氣的接電長數是 阿載的3.9 所以馬上可以大幅的下降 可是前提是 你要控制好這個空氣 這個空氣 不要有任何的酸碱氣 或者是金屬反線過去 否則就會有缺點 這個空氣要好一點 OK 這個最重要 CPD的最後我們來介紹 現在最 最受人注目的 CPD 叫做 ALD Atomic Layer Repetition ALD是目前階級覆蓋率 最好的一種成績方式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慢 成績屬於很慢 所以通常用來成績 非常多的活動 它速度慢 然後呢 氣體的損耗多 價錢比較貴 我們要介紹的 我們要介紹的是ALP 好 好 好 ALE ALE每一次碟 它是一次一次一次的碟 一層一層一層的碟 每一層就是一個原子層而已 它跟LPC 跟PC不同的是什麼呢 它的成績的機制 是一層一層 每一個月之層一個月之層的成績上 所以是一個月之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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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績上 所以它的機體覆蓋率很好 但是速度就很慢 因為它在一層一層一層的成績上 好 ALP是這碟的 通常是用來成績非常多的補墨 因為它是一個月之層一個月之層為單位的去成績 所以它的補墨的厚度控制可以控制得很好 它補墨的厚度 它的成績速率慢 所以它補墨的厚度可以控制得很好 好的 LPC一熱整個的製程呢 後面有阻礙 可以來看一下 它是講這樣 今天我最後的目的 是要成績個 呃 成績 綠黃化合物 假設我現在要成績個 綠黃化合物 我的最終目標成績 那個 紅黃暴露主都是紅黃 那首先怎樣呢 我要有紅 我不會有紅 就要有紅的自由基 紅的原子配上 它的氣體分子就是紅色這樣子 然後呢 它只有最表面的這一層 可以跟我的半導體系附 你應該說 這裡都是四顆 而這裡呢 欸這裡只有三顆接下來 它是一層覆蓋板 多餘的都不會被它抹的間接 它們彼此之間不會產生間接 所以第一次 第一個氣體噴進來的時候呢 它只有最表面的一個原子層 可以附著在我的基板表面 剩下的都不會跟它間接全部縮走 接著呢 所以這個呢 第一個氣體噴進來 你就等它時間 讓它持續的慢慢擴散 擴散到整個表面都覆蓋第一層之後 剩下這個呢 進行第二步 吹爪 然後Purse掉 把攝影的氣體給Purse掉 Purse掉的時候呢 接著在通黃色的Precursor 黃色的前驅物進來 而黃色跟黃色的前驅物彼此之間呢 欸這裡又不會產生反應 但是它卻會跟什麼呢 卻會跟紅色的這個產生反應 把紫色這個地方給帶走 那所以下來的時候呢 它只要看到自己的就產生反應 就產生綠子化物 綠子化物 帶走 只留下黃色下來 所以去整個放路下來 你是不是再多的黃色 它只會跟下面紫色反應 所以紫色的藍印沒有 剩餘的也都不會反應的 所以我講到它噴走 欸就形成完整的 紅黃化物能解剖 那舉個例子 後面應該有例子 好 舉個例子 ALE 呢 目前最重要使用的就是 在28代年之後 MOSPEC開始採用 HIGH-K NEOGATE製程的時候呢 它的HIGH-K 會分壓在取代傳統的 二氧化系 形成 新一代的 紮紮 這些材料 氧化阿 二氧化阿 會噴進阿山 而二氧化阿呢 它的成績就是用ALE 所以它一開始噴進來的氣體 就是HF-CLO 所以你就想說 紅色的就是HF 這就是HF-CLO 所以把HF-CLO 通進來之後呢 整個HF-CLO通進來 只有最表面 微波的表面會這樣 會吸附第一層的HF-CLO 會吸附第一層的HF-CLO 但是它不是隨意形成的 它其實是有條件的 我們應該有 它的結構是這樣 我先通HF-CLO 它會跟我 半導體表面的 結構形成 什麼形成呢 來 整個化學式是 呃 不良造型 你記得可以走得到 SLEEP-CLO 好 對 對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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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怎樣呢 基材的表面 首先第一個要先噴水 噴水之後呢 第一個先通水進 水進去之後呢就會生成 呃 我看一下 我把它掛一下 這張圖好像也沒有拿到什麼 我看一下有其他 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 好 它比较像是什么呢 你的七板表面 先通水进去 然后呢大约在300度C的环境之下呢 水汽通进去 它就会形成H跟OH 其中的OH键会吸附在七板表面 所以七板的整个表面 就会吸附成一堆的OH键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喷第一部的氢 先喷H2O进去 然后在300度C的环境下 它变成许多的氢跟氢氧跟 而OH键就会形成在天表面 接着 来了 喝完水之后呢 第二部是种呢 噴氮气 把多余的OH移走 所以呢表面只会有七层的OH而已 而且OH就只有一个间接 所以OH不会再跟其他间接 所以整个基板表面就只有一层OH 剩下的OH全部被噴走 用氢图把它purch掉 所以我先怎样呢 我可以先通个氮气 把表面的脏动机先噴掉 先基础 然后喷水系 吸着一个的OH键在其他表面 接着呢 再喷氮气 把多余的OH全部噴走 接着来喷HF-C的做进去 HF-C的做进去 HF-C的噴进去之后呢 其中一个氮气 会跟这里OH的氢反应 形成H-C的噴掉 那就会多出一个间接 OH的其中H 会跟这个氮气 失分的噴掉之后 然后呢 HF-C的断间 就会跟O反应在这里形成 变成HF-O-C的噴3 这样子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呢 只有跟OH碰到的HF-C的噴 会产生反应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其他的HF-C的噴 只要一看 诶 已经没有OH键了 它就不会跟基板反应 所以 再多的HF-C的噴来到这边 只要下面没有多的OH 它就不会反应 然后呢 接着呢 再用氮气把它噴走 那这时候呢 可以第二层的 第一层的氧 第一层的氧气噴进来形成 这时候第一层的氧出现 然后 噴云洩溶的时候 HF-C有噴的时候呢 第二层的HF-O出现了 而且只有一个原子层的厚度 HF浮射出来 然后呢 接着呢 我再通后续的水 再把水噴进来 再把上面的氧 全部再反应掉 然后再接新的O进来 这种 只有有氧的地方呢 才可以跟OH再形成反应 OH跟氧 只要形成反应 这个 这一个氧气呢 就会混掉 然后变成O 然后变成O 这样子 所以 它就是重复这样的制程 好 所以 重复这样的制程 好 第一个 N2 Purge N2 Purge 是为了要把晶圆表面却干净 然后呢 H2O Purge 噴进来之后呢 它会裂解成什么呢 H跟OH 其中OH会附着 H不会附着 好 正经的第一层O就出现了 然后呢 再来 就跟清洗一样 通完这个气体之后呢 再把多余的HF HO 再把吨掉 克取掉 把多余的吨掉 再来 HF Cl4 再噴进去 克取进去 克取进去 然后就会产生什么呢 就会产生 HF Cl4 就会 大家 它跟 应该说它跟OH 主要是跟OH 反应 其中的H 或者是 就直接变成这样 OH 反应 就变成HF O 然后跟其他的进行 或者Cl4 所以 加上HCl 也这样 所以呢 再下来 它就变成 HF Cl 然后呢 再继续 再 N 固再克取掉 然后呢 再来才继续什么呢 再用水 再噴水 所以你会看到 它这样子 四个步骤完成 一轮 每四个步骤完成 一轮 HF O 在下一轮呢 就会有新的下一轮的O HF 出来 所以 一层完整的HF 这一层 一层完整 它其实是 四个步骤出来 它其实是 四个步骤 是 N2 H2O N2 HFCO 再完整的一层 HF O 一个Sight 再叫做一个Sight ALT的制程呢 是分Sight 是用Sight 是看你要做几个Sight 每一个Sight 噴上去就是不完一个原子层 再噴一个Sight 多余的去拿掉 再噴第二个Sight 再噴下一个Sight 再反映 反映完一整个原子层 再噴一个N2 多余的拿掉 就这样一层 一层的 O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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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形成一个连续的 HFO 是这样的 所以 L1 就靠这样子 达到原子层的累积 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去 就像这样 HF CL 后上去 下面OH 其中一个H 跟其中一个CL 反映掉 它就留下一个O 去跟它反映 所以一层的全部扭车 接着呢 氮气把各层多余的各层料 接着再通H2O进来 再通H2O H2O进来 其中呢 H在这CL 反映掉 上面的CL 都跟H 反映掉之后呢 留下O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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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1 2 3 4步骤之后 它这里是从 噴HFCL 然后噴氮气 噴H2O 再噴氮气 完成一个塞统 一样 4步1的塞统 这是一样 HFN1 4步1的塞统 最后形成一层的HFN1 接着再做第二个塞统 最后再形成第二层的HFN1 再做第三层的HFN1 再做第三层的HFN1 原子层的塞统 那原子层的塞统 L1的优点是 它可以形成 大面肌肉均匀的膜 什么时候不均匀 如果你噴空气的气体 气体太少 它不够不满足的基础表的东西 可以多 不可以少 因为你多了 它有多累次在上面啊 就要让你涂上去 多了 剩下的全部都吹走而已 所以通的气体也要够 只要通的气体也要够 整片晶圆表面 都会有很均匀的浮沫 但是L1的缺点就是什么呢 基本上 它的气体没有运低 因为你通一堆的气体 它只要一层薄薄的气体层 在表面而已 剩下的气体全部都浪费掉了 所以基本上它的气体没有运低 第二个是什么呢 它的成绩属于慢 因为你等次喷第一个气体 你要等它全部覆盖整个表面之后 才能再通第二个气体把它吹走 再通第三个四个气体 第三步骤进来 然后再进四步骤把它吹掉 然后每一个都能排一段时间 因为气体跑进去之后要扩散 你要等它扩散完 就是把它吹干净吹走 这样子 所以呢它的速度慢 它很花时间 成绩属于又慢 所以它的足够 它的速度 它的速度产能比较少 但是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它的厚度可以控制的 非常适合用来当做炸基氧化层 MOSFET的炸基氧化层 非常薄非常薄 在这么薄的情况下呢 热氧化很难控制 CVD也很难控制 但是AL1可以控制得很好 所以AL1是现在拿来当做MOSFET的炸基 FET的炸基氧化层 速度虽然慢但是很关键 因为它太关键了 所以不得不用它 不得不用它 所以AL1可以形成高 因为它很高 HIGH-A线纸材料 因为在28毫米的时候 炸基电容力度 已经 上升不上去了 因为WOSFET的炸基电容 传统是用二氧化系 在Fear-S代表双化的过程中 炸基电容池会越来越大 因为Gayasa会越来越好 Gayasa越来越薄 然后会有个缺点是什么呢 漏电流会开始提升 因为那种不过进入到 小于一两个大名之下的时候 量子纯粹小于太强 IBI很早就提出这个说法 说阿宅的炸基捐程 太薄的情况下漏电流会上升太多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后度不想要让它看低 因为漏电流会上升 可是我又想要再高电容池 怎么办呢 根据电容的公式 电容是什么呢 绝缘成后度分支 绝缘成的经典厂数 你后度一薄都会太大 那你后度不能薄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只要想办法提高 绝缘成的经典材料 经典厂数 那这时候就知道是怎样的 阿宅 掺些蛋 延续一点寿命 耐球群掺进去之后呢 K是会提高 但是还是不够 怎么办呢 终于今天有在17万岸 台湾台基点在28万 就改用了改材料 杂棋绝缘成就直接改成 黑分尼阿宅相关的材料 以氧化它为基底的 开天材料 进来 就使用了黑分尼阿宅 就是用黑分尼阿宅的问题的绝缘成就 就因为这样 就因为电容质等于 因为整个杂棋电容密度 等于T-R材分支X-O-R3 但是T-R材下降的情况下 露电流 杂棋电流会上升 所以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 知道想办法提高X-O-R3 所以只要X-O-R的值 大于3.9的就叫做HIK 小于3.9的就叫LOK 那IK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今天看到赫文讲的 黑分尼阿宅 它的K值是25 SIO是多少 SIO才3.9而已 就接近4 所以黑分尼阿宅的大约它的6倍 代表什么呢 代表当 黑分尼阿宅拿来就电容 跟SIO拿来就电容 当电容值一样的情况下 它的厚度 会是 SIO厚度的6倍 当两个电容值一样 但是K值差6倍 那厚度也会差6倍 代表什么呢 K值越高的 要维持相符的电容值 我的厚度就可以 比较厚 那厚度越厚 漏电流就可以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都要使用IK 为了提升炸离电容密度的潜力 漏电流不下的上升态度 就会开始使用IK 就是为了这个物理所造成程 所以现在L1 变成非常热门的做法 那IK还有哪些材料呢 它一定有非常多的材料 常看到的有氧化碳 氧化道 还有氮化碳 然后其中呢你看 氧化碳也有化的K值很高 但是不会拿来用 因为漏电流就纯粹只跟厚度有关 它也跟材料的Band Gap能系有关 而很不幸的K值越大 Band Gap越小 Band Gap越小 漏电流就会越大 所以漏电流不只是厚度的弹数 它也跟那个能带度当中的Band Gap能系有关 能性越高的GN效果越好 能性越窄的GN效果越来越好 能性越窄的GN效果越来越不好 而很不幸的K值越高的GN效果越来越不好 所以K值虽然高 你说我后K很厚 但还是很厚 而且呢热闻定息又多 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整个半高理智神 就算是后半智智神 也还有个四万部左右 那很多的HIGH天500部就会结晶 所谓结晶就是它可以已经变成Poly 然后新增Poly就会产生很多的漏电流 所以反而也不好 所以这里的草莲的因素有很多 然后最后才选择Lentonin阿赛为主的材料 这样子 好我们CDE介绍到这边 记得我们下一代 我们会进度到金属化制程 我们所有前端制程 讲完了 我们介绍就介绍金属化制程 开始要介绍办法里面 常用的后段金属和后段结构 什么样子 好我们介绍到这边